馬英九那邊去啊 所以害這個馬英九的不是那個驕傲的攻擊啦 還包括聯合報 我說兩件事情 第一個啊 持續來看其實也有參考價值 當蔡英文的民調一直不會高 而馬英九一直高 那代表什麼 代表其實在去年五都選舉的時候 一樣情況 這個蔡家 這個蘇貞昌 蘇家選的民調 在選前一個月 是輸給胡志祥十七以上 百分之十七以上 結果後來還只差一點點 所以這個誤差有到十七耶 不是百分之正負二而已 這第二點 我必須說 10月10號到10月15號發生什麼事情 蘇家選的事情是 越來越沒有爭議了 只是觀瞻不好 但是呢 國民黨的趙立雲 這個鍾紹和 包括那個許崑源 這些龍舍都跑出來了 怎麼國民黨還提高3% 所以這個民調 讓我們覺得非常奇怪的事情 當然你說宋楚瑜 鐵板一塊 我只能說 他如果做到說 蔡英文32 馬英九31 那這個時候 恐怕就會有所謂的氣保效應 因為你宋楚瑜的票 百分之百 如果回去到馬英九的話 就會贏蔡英文吧 那雖然沒有回去 馬英九也贏得 雖然沒有回去 所以我是說 這個民調 不是驕傲的攻擊 害了馬英九 是聯合報的民調 害了馬英九 這個民調從趨勢去看